大家好,我是李小明律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诈骗罪司法观点19 减实存责并拆配密码 非法提取他人存款 构成诈骗罪 承建诈骗案刑事审判三稿 案例第256号 承建2002年2月 减到朱卫主的中国银行活期存责 因承建认识朱卫主 承建在家多次孤差密码 并分别于同日20、25、26日 先后到中国银行不同支行网点取款 但均因密码错误失败 后3月10日 用朱卫主手机号码后六位作为密码 取出现金200元 经统计承建在不同支行网点取现4次 共13.22万 案发后承建退回全部账款 屯西区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屯西区法院判决承建盗窃罪10年 承建上诉黄山市检察院变更罪名为侵占罪 黄山市中院撤销原判 改判承建诈骗罪3年 缓期4年 罚禁1万 事法观点 首先 案发后承建归还了财务 与侵占罪的拒不交出的规定不符 即使本案构成侵占罪 也属于轻告罪 检察院无权直接变更起诉罪名 法院也不得直接改判为侵占罪 其次 诸位主的存则是遗失物 而不是遗忘物 承建检到存则的行为 就不可能定盗窃罪 再次 承建检到存则后 立即以非法占有存则里的钱财为目的 不但的估猜密码 并更换不同自行网点式密码 向银行工作人员隐瞒其对存则里的钱财 无支配权的事实 让银行工作人员取出现金 导致被害人损失钱财 承建获取钱财并非法占有 这即是典型的通过欺骗第三人 而骗取被害人钱财的诈骗行为 故本案承建估猜密码取款的行为 应认定为诈骗罪 感谢观看